太累了 我刚才躺在沙发 看书看到躺在沙发 看什么书 刚才看这本书我给你看 看什么书 如果来讲那个condo是10年 可是可能是三房 跟可能一个condo是两房 可是还很新 价钱是一样 你会写纳米克 很难答这个 还有很多东西要考量的 东西是这样的 房地产 其中一个原理 我们讲跟做生意一样的 Let's say for example 我有一个很好吃的 Ice Cream 我有一个很好吃的 Ice Cream 我要 卖Ice Cream 所以我可以制造一个 很好的Ice Cream OK 我知道你现在要做Ice Cream的行业 如果来讲 你要制造Ice Cream 你会做Ice Cream 这样你会讲 这个Ice Cream 好还是 这个Ice Cream好 比如说两个 这个Ice Cream还是这个Ice Cream好 就像刚才我们 刚才的朋友问 如果来讲是10年的 Condo比较大间 可能是三个房 那个价钱 跟一个新的Condo 一加一 就是说一个房 再加一个小房 那你会好 价钱是一样 你要买旧的 10年的 还是买新的 这样如果来讲 你用这个的方式来去对 就是等于说 我要卖Ice Cream 这个Ice Cream好吃一点 还是这个Ice Cream好吃一点 如果来讲以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限我们自己本身的想法在框框里面 如果来讲我们要答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问对的问题 通常如果来讲你用这种方式来问我的话 我就要问你了 这一个Ice Cream 你是拿什么来做定标 你是要跟谁斗 就是说你要跟谁抢市场 当然你是问东西 是问房地产 但我们要明白人的心态 就是如果来讲 这个是一个Ice Cream 你要做一个Ice Cream的生意 你认为你自己制作Ice Cream很好吃 你就会心里想 这样 这个Ice Cream 你的对手是谁 这句话 蛮深的 你要好好去 放一点心机下去想 你的对手是谁 这样如果来讲 你讲你的对手是谁的话 这样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对手 不是了 这样如果来讲 你讲这个跟这个不是对手的话 这样你就不要跟这个对手 就是说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找到 长相差不多一样的 当人家一考虑要选择的时候 他是一定要选择 一模一样的东西 新跟旧 我们不可以讲 拿橙跟苹果笔 这样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框框放大 就是等于说 如果来讲你问 十年跟新的 比较小间 你会写哪里一个 我要讲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看大环境 就是这个大环境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要看 十年那一种产品 在市场 还有吗 如果来比较的话 还有吗 跟这个比较小间的东西 还有吗 我们要用这种来比较了 明白 当如果来讲我们要用这种东西来比较的话 我们就要看什么 市场的货 多还是少 这样如果来讲 这个是大间 这个是小间 这个市场的话多不多 这个市场多不多 这样出来我们要知道市场多不多 这样我们要知道市场的需求 比如在做工的区域跟没有做工的跟家庭的区域它是不一样的 有家庭的有做工的有学生的它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好像刚才我们看那个地方这样 你讲家庭 那家庭不可能在那边住的 你们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吗 刚才我下午去看那个地方 家庭是不可能在那边住的 你哪里敢 你的老婆往上的时候回来 你看到那个区你怕吗 肯定怕的 你哪里敢讲 抱住一个小孩子上去 你敢吗 不敢的 因为就是什么 那个区域还没有 它那些人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大环境看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以这个的角度 所以我们就要讲 如果来讲要住的话 要在那里住 要怎么样比 这些东西完全你要注意 当然不可以讲 我们不要讲地方不好 还是什么 我们讲 你明白吗 主要是你看到 to be fair 如果来讲是苹果跟苹果比 这样我自己想 如果来讲我要吃 美国 美国苹果跟马来西亚苹果 还是新加坡苹果 还是泰国苹果 还是我们讲吃榴莲 泰国榴莲 还是马来西亚榴莲 这都不一样 就是等于说什么东西 就是每个房地产 它有它自己的 自己的 区 我们不可以讲 不好 我不敢讲 我只是可以讲的东西就是 还有更好的东西吃 我可以讲的东西是这样 还有更好的东西吃 就这样子的 我没有什么 你知道吗 租客 尤其是租客 我今天我要讲的东西 就是讲这个题 我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这样东西 我也是坦白跟你讲的 我自己本身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你知道吗 你买一间物质 你就以为买物质 12个月租完 你一定满的 我可以跟你讲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就是等于说 例如说你买一个 500千的物质 我讲500千的物质 你一个月可能供2,200 比如说2,200 这样你供2,200 你讲租金可能是拿到1,700 还是1,600 如果来讲1,600的话 你每一个月 你就要顶600块 这个是assuming有人租 如果没有人租 怎么样好 真的都会有的 所以讲如果来讲 已算租金的话 通常我都是 在课里面 我有跟我们的学生分享 就是你不要以为 租金你是12个月收满的 分分钟 你的学生 你的住客 只是有一个月 他不租的话 你就麻烦了 因为这什么 instead of 12个月 你只是住10个月罢了 很多人不跟你讲 只是说跟你讲好听的话 如果来讲 我们有房地产的人 我们知道了 只是说 哎呀 不拿出来讲罢了 对不对 so 我要讲的东西就是 房地产 不是每一次 你可以12个月满满人的 不是这样的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是这个板块 所以当人家讲 我租满人 我可以拿 两千八 我租满人 我可以拿三千五 那个是叫做租满人 例如我的店铺 我有八间店铺 我有八间 一层楼 我有八个房间 一层楼 我有八个房间 一层楼 八个房间 我一个房间 总瓶金 总瓶金 大概是 有些是五百到六百 我们讲总瓶金 八个房间六百块 四千八百块 所以讲了 有一些地方 总瓶金四百块 八个房间三千二 这样讲是当然很好讲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租房间的时候 你有没有试过 房间那一个人 不还你租金 有没有 有的啊 所以讲 当人家讲 你租满人可以 两千三千四千 讲你听就好了 讲你听就好 不是每一次啊 是满人的 所以你一年有十二个月 只有两个月空啊 你就两个月就睡觉了 所以讲 我时常我就讲这样东西的 我们要明白 这样子的话 你讲老师 这样买房地产哪里好哦 买房地产哪里好哦 对吗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八个房 你有八个房租到完的吗 有时啊 他要退房 就要搬走了 一个月没有租 然后过后呢 两个月 我才第二个月 我才找到人 这样你不是空一个了 这样有时这样巧 空两个房 有时这样巧 空三个房 这样你有八个房间你租 这样不怎么样都好过 住一个店铺 这样子租啦 这样如果来讲 你讲好的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会比较高咯 这样做什么 好像我跟你们讲 我一个月 我大概下工两百多千 可是呢 我租金啊 有时百四千 有时百五千 有时百六千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有时住进 你收不到啊 有些人啊 他离类下个月啊 我这么多间 你们不要讲什么 所以 从中在这边的话 这样你会心想 这样这种生意哪里好做 这样我就时常 我就跟人家讲咯 你看 做生意 如果来讲 你当房地产是投资 这样你就不会想要去做房地产 因为做什么 你这样来真正的去算它啦 不划算的 投资 cash flow是不划算的 讲是好听罢了 所以当人家跟你讲是好听罢了 所以我时常就跟人家讲 买房地产 如果来讲 你是用每一个月这样计算啊 你是不划算的 你是不会要去投房地产的 如果来讲你房地产 是长眼看的话 这样就不一样 为什么 今天我就跟你讲这个事情 我要 今天我要分享给大家听的 因为 你知道吗 好像刚才我 我去 那个房地产那边看 有些人讲 哎呀 你不懂的啦 你不懂什么叫做 tenant management啦 你不会manage 所以讲 你就拿不到 你会manage 就会拿到 这样 对 没有错 你知道吗 Robert Kiyosaki有讲过 Robert Kiyosaki 他有一个 我们叫做 PA Robert Kiyosaki Ken McElroy 你知道吗 rich dad poor dad 其中一个advisor 叫Ken McElroy Ken McElroy 讲了一个字话 Gabe 穷爸爸父爸爸 他买很多房地产 坦白说 他买很多房地产 可是呢 有一次 他见这个人 叫Ken McElroy 然后一见了过后 喜欢上他 爱上他 他所有 穷爸爸父爸爸的 所有的房地产 完全都是给他进利的 Ken McElroy Ken McElroy 有讲过一句话 他讲什么呢 他说 最算你再厉害 玩房地产 如果来讲 你 property management 不厉害的话 你的房地产 也不会赚钱的 短暂 这个东西 他很深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如果来讲 你的房地产 很多了的时候 你真的要 make sure 不可以空一个月 你要make sure 不可以空两个月 当你空两个月 三个月 你的房地产的 ROI 是很伤的 很伤的 Ken McElroy 我来讲一句话 他讲 除了你要会买 你要懂得照顾 property management 这个是没有错的 好像刚才这样子的 你如果讲 各层房间 住那些工人的话 这样就没问题 这样你要去manage它咯 这样如果来讲 你讲有manage的话 这样就还可以咯 这样长眼的话 我们就要知道 买房地产 它有两个板块的 一 你就 你就 有租金的回酬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涨价的回酬 就是差价的回酬 所以如果来讲 你讲 在干财的地方买 涨价 我就觉得到没有了 如果来讲 要涨价 其他的涨价 最后才到它 因为涨价 它们不轮到它 如果来讲 你讲cash flow 你要manage它好 才可以 所以我要讲的东西 是在哪里 to be fair 买房地产 我们不可以看短暂的 我们一定要看长颜的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所以讲 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想 其实如果来我们买房地产 我们当它是生意 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 我再讲多一次 我们讲房地产的话 如果来我们当它是一门生意 就不一样 let's say for example 如果来讲 你讲老师 我不是 我不是打工 我不是做生意 因为我是打工的 虽然跟你讲 做生意 你不 sorry 打工 你不可以做生意的 可以啊 你可以做房地产的生意 比如说 有一些人 他买房地产 他做工 打工 每个月存一千 存两千 存三千 存存存存存存存 存到来了 可能他的银行付货有五万块 你知道吗 今天的五万块 可能你讲 我跟我几个朋友 复复起来 做一个店 卖 优格 比如说 优格 还是奶茶 开奶茶店 奶茶优格 whatever 你去拿一个五万块 所以六个人一起share 六个人一起share 买一个 拿一个三百千 去顶一个奶茶店 来去做 拿五万块 六个人 你讲 我打工了 我没有时间 照顾这个奶茶店 你去照顾 我给你五万块 所以六个人 就三百千 三百千 就开始了一个奶茶店 三百千 三百千 三百千奶茶店 你给五万块 这样 我想问一下大家 投第一年 投第一年 有赚钱的吗 如果来讲 你去买一个奶茶店 做一个奶茶店 然后放五十千 然后六个人 通常投第一年 有赚钱吗 我要给你们知道 它的根在哪里 所以我用长一点的方式来讲 当你明白这个长的方式的话 你就会珍惜房地产 是 为什么 你们答对了 为什么 因为要拿回本钱 就是等于说 如果来讲 我放三百千 去做一个奶茶店 你是打工一柱的 不管你是打工一柱也好 你是做生意的 你去投一个生意的也好 投第一年 通常你都是要拿回本钱的 对不对 这样你自己想 如果来讲 我放三百千 我放三百千 我投第一年要拿回本钱 是几多钱 你一个月 要不要 扣掉什么东西都好 你要干干净净 一个月 最少 你要赚三万块 因为叫什么 你赚了三万块 十二个月 三百六十千 你扣掉income tax 滴滴答答的 你可能是三百千 一年里面 刚开始 你一个月卖奶茶罢了 你要赚三万块 干净赚三万块 你讲也容易吗 不容易的 所以 它的逻辑是在哪里 一年 你讲不可以了 可能两年 哇老 你放五万块 两年过后才拿回本钱 第三年才开始赚钱 我现在你有五万 所以你有五万 你有可以考虑这样东西的 如果来讲你是打赢工 你就做工的 五万块 你自己想 你有什么选择 一 拿你的五万块去玩 股票 去玩股票 第二 你拿你的五万块 不可能放FD 因为FD 是很低很低的回酬 所以你拿你的五万块 再不然 你就投生意 所以你可以拿回酬 当你这样子做了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忘记 如果来讲 以这一个 两年才拿回本钱 我跟你讲 别活血了 为什么 因为做什么 两年过后 你的生意 店铺就了 客户天天看到 人家都闲了 对面开新的东西 你要赚的钱 你就不够他来了 做生意很多都是这样的 所以讲 很多人 当他有现钱的时候 他认为 我不可以 我的现钱 我不可以把它变成懒惰钱 我要怎么样 把它变成勤劳钱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所以 当这样子的话 你身为一个 这么勤劳干的人 然后过后 你出息了一些钱 然后你讲 包包不舍得买 手表不舍得买 吃也不舍得 每次都收钱 可是你知道 收钱是输的 因为我们有通货膨胀7% 10年 你手上50千 10年变成几多 50千变成25千 所以讲你知道 通货膨胀7% 不划算的 这种东西 如果要讲 你不明白 你可以去查 七二法则 Rules of 72 当七二法则 你一知道的时候 它可以弄到你很有钱 它也可以把你的钱 变成一半 如果有7%的通货膨胀 这样当我们明白了的时候 这样 缓人有钱你压力 因为是什么 有钱你心里想 我要怎么样把我的钱 变成更勤劳 所以你拿你的50千 去投一个生意 我自己本身 我看太多了 很多就是 我是打工 可是我想要做生意 可是我又不敢出来做生意 这样我就投 这样有人 有人有给我机会 我不是去投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你拿钱给人家去做生意 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自己看 如果来讲 你想一想 拿钱去开个店铺 你就认为你是做生意 这个是传统的思想 因为是什么 我们父母亲长大的时候 就看到 人家开档口就是赚钱 人家买货就赚钱 人家进货Mware 还是我们讲做微商 进货 然后卖货 就是等于赚钱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想要 要用这种方式 就是说 我这样子做 我做Bud time 等等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房地产 投资 也是一个企业 为什么我讲 房地产投资是一个企业 你自己看 你看啊 你六个人 听到来啊 大家听好好啊 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啊 它是一个 I mean like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听了过后 你觉得到对的话 你们share这个视频 给你的朋友听 你看啊 你还记得吗 你拿五万块 六个兄弟 朋友还是姐妹 一起share 开个三百千的店铺 对还是不对 我问你啦 打不如这样子了 你买一个房地产 三万块 三百千 不是更好吗 I mean 老师不是 三百千去开店铺 买货 那个叫生意 可是如果来讲啊 你去买一个房地产 三百千 那个叫投资 你不明白 我在讲什么意思吗 你试一下想一想 其实这个三百千 你买房地产 它也是一个生意来的 你不要 那种思维 你只要改一改罢了 改一改罢了 其实如果来讲 你讲你买房地产 三百千 你想我买一个三百千的房地产 那叫投资 你叫投资也可以 你叫做生意也可以的嘛 你拿五十千 跟六个朋友 六个人出五十千 三百千的东西 你可以进货 买货 做广告等等 这些东西 可是你知不知道 你一个人都可以做三百千的生意 你买一个房地产三百千 你不是做一个生意咯 可是可是老师不是 房地产是投资 你讲投资 那不是投资咯 你讲做生意 那个也是一个生意来的啊 可是你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 他讲 我要赚钱五十千 我要去买货 去做微商 然后买了货 然后回去卖货 那个就叫生意 但我要讲的东西是第二个啊 我讲这主动收入 你一定要有一个先 可是很多人心里想 没有我主动收入 我打工 可是我还要在 我要做生意 所有的我拿五万块 我去做生意 可是我没有时间做 好像 很怪怪的 你自己想一想 你打工 然后白天做工 有些人打工蛮不错的 外面来 Land my commission 等等这些东西 一个月有七八千块 对吧 你有本事存一个三万块 你存 你存可能存 sorry 你有本事 七八千块 你一个月 神是神用 你有本事 一个月存四千块 你才用三千块 单身啊 然后你存十二个月 就五万块 你心想 哇我有五三五万块啊 我拿去做生意 所以我投在人家的身上 然后你六个人share 去开一个东西 还是去买货 其实 做么你没有想过 七八千块 你好好干你的东西 然后你去做一个 三百千的生意 这样这个三百千的生意 是什么东西 买个三百千的物质啊 你买个三百千的物质 你是一个人做的那个生意 不是六个人做 那么你六个人做 赚三万块 还要分六个人 一个人才赚五千块 哇啦 物质三百千 不要share了咯 一个人买三百千啦 这什么要share 你要做一个三百千的生意 放五十千 三六个人 你要存三百千 你知道吗 如果来讲 你是一个月七八千块工钱的人 你要做一门生意 三百千 你去买不动产 去借钱买不动产 三百千 你去借 也不是一个生意 这样这个不动产的生意 是什么生意 你要讲不一样东西了 什么意思 你要想 你现在做出酒店 经营的生意 老师你在讲什么 我在打工 是啊 你在打工啊 可是 你是做一个迷你酒店 做迷你酒店 什么意思 是啊 你做迷你酒店啊 就是 你 平时 打工 八一到星期六 你可以拿 八千块 九千块 七八千块 可是 你想一想 你只是做工从九点到五点 六点到十二点 没有人敢叫你的我 礼拜天 没有人敢叫你的我 这样如果来讲 你在想 我要怎么样做一个三百千的酒店 诶 这样就不一样了 就是等于说 你现在 一个人 不用公司六个人 一个人去买一个三百千的酒店 来出租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意思吗 如果来讲 你是这个打工人 你去买一个三百千的生意 来做酒店 这不可以吗 这样你讲 以你的名字 你去借三百千 比如说 这样你可以借九十八千 两百七十千 这样如果来讲 我跟你讲 你可以买Bero Market 十五到二十八千的话 这样你这门生意 是不用出钱 你就可以做了的 你们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吗 就是等于说 你去买一个三百千的酒店 有两个房也好 三个房也好 你就当酒店这样子做 当酒店什么意思 如果来讲你还要更好的话 打不如这样啦 反正那边有三个房间 还是两个房间 你住一个最小的房间 出租主人房 主人房出租 二房出租 三房你自己睡 小小间 苦一点点啦 明白啊 对吗 所以你就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 酒店的经营的part time生意 对啊 对啊 这样做什么 你们认为房地产很难呢 如果来讲 我们认为房地产是一个企业的话 你的想法就不一样 稍微改一点点你都改掉了 所以如果来讲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想了 OK 如果来讲我们借三百千的本钱 OK啊 三百千 OK了 我们讲借两百七十千 你一个月要供几多 你买一间屋子啊 这样这间屋子是生意啊 这个是生意啊 所以以这个的方式 现在我问大家 以这个的方式 当它是生意啊 三百千的生意啊 这样 instead of给五万块 现在你用一个IC 就买一个三百千的生意回来了 你原本讲五万块 六个人去开一个咖啡店 还是六个人去开一个 我们叫做奶茶店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你那个五万块 你收住 不要用 对吧 然后instead of 你跟人家公司三百千 倒不如 你现在用你的名字 去买一个三百千的屋子 借两百七十千 然后你买below market value 我教你 我去买一个两百七十千 你一个月最多 供千亿二块罢了 给人家讲千 千二块啦 两百七十千 我讲一个月供千二块啦 就说千二块 就是等于说什么 你知道吗 你的开销 你的租金 是千二块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自己想一想 我们买一个三百千的生意 酒店生意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逻辑 你再改一改就可以了 酒店的生意 然后你买一个三百千的生意回来 然后过后呢 你每一个月 你的本钱 你租电也要给租金啊 对不对 你如果还讲 你去开一个奶茶店 也要给租金嘛 对不对 现在你做一个三百千的生意 你不用给租金的吗 你的租金给几多 你的租金才给千二块啊 因为你要供应 那行千二啊 对啊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你们玩房地产的人 你们明白 可是没有玩房地产的人 不会明白这个逻辑的 因为他们怕 他们恐惧 所以你知道吗 好像我这样子 我可以讲到很technical 我可以讲到很复杂 你要给 Maintenant啦 你要给扣电水费啦 你要给 Juga Bintu Juga Tana 你还要给 这个我们叫做 那个分子的 那个叫什么名 忘了 你要给这些啦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我们不要弄到这么复杂 我要给一个概念 如果来讲 你讲三百千 不值得 你试一下买 十千三百千 整栋公路 你试一下买 十千三百千 当它是生意 你讲一个咖啡也好 两个咖啡也好 whatever啦 你三百千没有的话 你不买十百千咯 四百千一个月 你也是供差不多 挣钱七百块嘛 就当做是本钱啦 我是讲那个思维 改一改罢了 你们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我不是 我不是在 在误导你们 我只是讲 你的思维改一改 你们有自己的思维 你们可以自己想的 对啊 对不对 这样如果来讲 三百千哪里找到 就买四百千咯 四百千哪里找到 你不是买五百千咯 我教你怎么样算 我教你这个思维 小微改一改嘛 对啊不对 它是一个 我们叫做 paradigm shift 如果来讲 你听不明白 你就google一下 这叫 paradigm shift p-a-r-a-d-i-g-m-s-h-i-f-t shift 就好像 如果来讲 你看 有一个照片 一个巫婆 跟一个美女 她的照片 是同一个照片 有些人看是巫婆 有些人看是美女 那个叫paradigm shift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没有 那是叫paradigm shift by any way 你可以想象到 你是一个打工的人 五千块 六千块 七千块 你买一个房地产 你当他是生意 就叫做房地产企业了 所以当我们明白了 这样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想想 哦 原来老师 我五万块 我跟六个人公司 我可以开一个三百千的生意 我可以进货 我可以等等 我要给租金等等 这些东西 可是换句话说 听你这样子讲的话 其实买那个地产 那个地产是三百千 还是四百千 我一个月 要给这个生意的租金 只是千二块 还是千六块 因为千 三百千 你就讲千 可能你三百千 你接两百七十千 你可能给千一二块 然后如果来讲 你是四百千 你可能接四百六十千 你可能是给千八九块 something like that but我知道你们明把我在讲什么意思 我们不要鸡蛋掉骨头 不要鸡蛋掉骨头 so如果来讲 你讲四百千 这样你做一个四百千的生意 你一个月公两千 千六千七块 过分吗 不过分啦 哪里过分 不会过分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就是当做生意你去做咯 对还是不对 这样生意有赚钱跟亏钱的吗 对还是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这样东西 如果来讲你的酒店经营 贴一点点钱的话 无所谓 因为做什么 你赚两遍 为什么 人来你的酒店住 他给你租金 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in this case 他可以是用房间来租 还是他可以用屋子来租 另外一个你不要忘记哦 你的酒店哦 有砂灰砖铁通的哦 它的那个价值也会起的哦 这样你的酒店的生意 要是没有亏钱 还是亏一点点钱的话 可是你的三百千 还是四百千 起到五百千的话 你可以赚两百千的话 还是三百千的话 你这样值不值得 你知道吗 Robert Kiyosaki讲什么东西 the purpose of you the purpose of a business is to buy property 你不想试 你 google Robert Kiyosaki讲的 the purpose of a business is to buy property the purpose of a business is property acquisition 这个是Robert Kiyosaki讲的 the purpose of a business is buying property 还是我把它弄到好听一点 the purpose of a business is property acquisition because when you have business 当你有生意 它的那个目的 是买不动产 这个是Robert Kiyosaki讲的 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Robert Kiyosaki讲的 可是你要明白 因为做什么 地产 它是关到什么事情 它是关到 capital gain 赚了差价 还有tax 这一些板块 这个是生意企业的板块 很多人不明白 Teacher can buy three unit sell two unit after go up profit cover the one unit upstanding loan 对啊 RefKong你很聪明 mai sun mai earth settle it 对啊 然后settle it了过后 你要再看到有机会 翻借一 再去买 很多人讲 老师 你的房地产都赚这么多钱 做什么你要开Facebook live 做什么你要卖课程 这样我就问你很简单的 做什么 穷爸爸 富爸爸 Robert Kiyosaki 他还是开Facebook呢 他还是开YouTube呢 为什么 他这么老了 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 XIKN 我想问一下你 你没有错的 很多人不明白这样东西 我也希望你自己可以答一下这个东西 穷爸爸富爸爸没有钱吗 穷爸爸富爸爸做什么 做交易 交易是一个人的选择 我是做全时间交易的 这是我的选择 我的选择是来开导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叫什么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是我所做的 谁是要不做 难道你做啊 这样谁人做 做地产交易 跟金钱 教育 我们叫 Financial 金融教育 金融教育 地产交易 学校有交吗 学校不交 打不如你交了 XIKN 我也是跟 Robert Kiyosaki平台讲课的 如果想你们不懂的话 你们可以check我的 Adrian V Success Resources 你去check 一大堂东西跑出来 我希望 你的小孩子 改次长大 去读大学 你也跟这些老师 跟他说 你反正要帮人民 你叫他老师 不要收学费 不要 你去 你的小孩子 如果来讲有一天 想要去补习的时候 你叫你上去补习 那个中心 你跟他说 你说 你的老师完全不要收学费 可以吗 因为做什么 因为你们在做着教育 说教育不应该收钱 管着你这么有钱了 你看 下面有300个学生 来你的那个 补习中心 然后呢 你赚这么多钱 你不应该赚钱 有几多钱 才叫做有钱 有几多钱 才叫有钱 At this point You want recognition 这样我讲 一样一样东西 Tesla 有没有钱 有没有钱 Facebook Mark Zuckerberg 控制整个世界了 半个世界都给他控制掉了 除了中国 有没有钱 At this point You should do for recognition 讲到也对 But我要讲的东西 我不是要贬低任何的人 我只是要跟大家讲 交易的重要性 意味着什么 在市场没有这样的交易 找不乱你怎么讲 所以讲 以这个的角度 我希望 刚才我讲的东西 就是什么 你想一想 如果来讲 我可以去跟银行 贷款一个300千 还是500千 它是一门生意来的 我每一个月要给 Instagram 你就当做是给租金 我要怎么样 把这一个的生意 我可以赚更多的钱 然后过后呢 我不单止在生意 我可以拿到租金更高 我还可以赚它的房地产的差价 这样 我时常跟人家讲的 你如果来讲有五万块 你可以买个500千的物资 叫你的五万块 去开一个茶 茶萨 开一个茶的地方 五万块 翻倍 就是哪一本钱 就是翻倍50千 可是如果来讲 你有一个生意 500千 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 因为了通货膨胀 你关注睡觉 它都在赚出钱 因为这什么 通货膨胀在做住 太阳从东起 西下山 隔一天又 东起 西下山 每一天都有通货膨胀 砂灰砖 铜电 完全都是起价钱的 所以起价钱 它是凭500千起 它不是凭你的50千起 因为是什么 你是拥有权力 否则你那500千 这样50千翻倍是100千 500千翻倍是100万 你们会不会算这个数目 只要你每一个月 够给租金 500千当它翻倍的时候 所有那一个500千 你不用分六个人 你只是一个人拿为500千 你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那个思维小维 改一改罢了 你就看到 原来 Adrian V 他现在欠3000多万 原来他是3000多万的 其中一个生意 他不是只是讲投资 他是一个企业 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看法了 原来他欠3000多万 他是当时一门生意 原来 就算他请工人 他一个月的开销都要整百千 我工人要一个月要百多千 工人我要给百多两百千 我3000多万的债务 我一个月要给两百千 过分 我3000多万多 你没有看我其他的那些师傅 更恐怖 买一间厂都三四十个million 有两三间厂 那个不是叫更恐怖 所以讲你自己想一想 以这个的角度的话 原来房地产就是一个生意 如果来讲 你当房地产是一个生意的话 这样世界其实是公平的 如果来讲 你有知识 有智慧的话 你有知识 今天我给你我的智慧 我的经验 你就有智慧了 原来是这样的 房地产其实是一个企业来的 对啊 所以讲如果来讲 你用这个的方式的话 Robert Kiyosaki讲的是对不对 The purpose of you running a business is to acquire property The purpose of you running a business is property acquisition That's the whole purpose 你不相信你去Google 所以讲以这个的角度 你自己想一想 谁人跟你讲打工 不可以做生意的 谁人跟你讲打工 没有机会的 可是很多人做生意 哎呀 我做生意已经很烦了啦 我做生意已经很烦了啦 你不要再烦我啦 房地产很烦啦 如果来讲你当房地产 是一个投资 你就觉得到他烦 如果来讲你觉得到房地产 是一个生意 你认为烦吗 生意 没有烦恼的吗 做生意烦恼就OK 买房地产觉得很烦 你不是慢慢等哦 所以讲啊 我希望 你知道吗 在Facebook Live 我自己本身做教育 我做了八年 全时间 我没有做其他东西 八年前时间教育 我跟补习老师 没有什么分别的 可是我很幸运的就是什么 我之前的那些老师 他没有像我今天有这样的幸运 他们以前也是很出名 可是问题是在哪里 他们没有用这一个管道 就是Facebook Live的管道 我很幸运是因为我有这个管道 因为活在这个世上 现在这一个年份 2021的年份 所以我可以在这一边 跟大家开Live 分享我的心得 我跟老师有什么分别 我没有分别 我只是敢开Live罢了嘛 如果来讲你们想要看Live的话 你们也可以开Live 你们也可以表演的 我只是刚敢 科技 来去动到更多人的生命啊 如果来讲我只是 like 看到人 like几千个人 你去看我的一个一个sharing 可以有几万个人看 你想 如果来讲我要动几万个人 我不是要装他在stadium 钱他又不要给我 又要听免费啊 就好像我们那几个朋友刚才的 对还是不对 所以我懂得用啊 像如果来讲你们在心里想 老师讲的也是对 我希望这个Live 动到你们的生命 你不可能笨到 笨到坏的房地产 那个叫做水小 就是水小啊 你驾车都会冲到车啊 那不叫水小是叫什么 可是 驾车都肯定会到到什么 终点啊 就是 车会到终点 有一些车比较快到终点 有一些车半中间坏掉 有一些车开不到 整个要overhaul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可是最后如果要讲你要去一个终点的话 他肯定到 只是快到跟慢到 买房地产也是一样 有一些房地产它很快就给你赚到钱 有一些房地产它很慢给你赚到钱 有一些房地产你学小半中间创车 你讲房地产不好吗 房地产你不可以讲不好 哎呀吃跟早都是中到终点 最怕你是忘车 如果你忘车这样就没有办法 C4D you buy the under unit view this afternoon Chai KN 你是一个billionaire congratulation very good so sangyou sangyou后 今天我买不买 我也是在考虑住 坦白说 如果来讲我去买 我会一路买下去 为什么 买一间来做是不划算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那一个区 你不可以只是买了过后这样出租 做不到的 你买了过后 你要做一个管理在那边才可以 就是几个人做才可以 可是也不是存在六七百钱的价钱 我今天我的那个价钱是跳楼价 我用cash来买 如果来讲我要买 可是如果来讲我要买 我最少都要买几间在那边 我不可以买一间 因为做什么 那价钱很便宜了 比发展上还要便宜 比cash out还要便宜 便宜到很多那一种 不是便宜的便宜 它是便宜到很多 所以讲如果来讲我买的话 很简单的 我买cash 我又再翻借回来 钱我又拿回来了 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意思吗 我坦白跟你讲 我一个月 我现在他给我的价钱 我一个月只供两千 如果来讲要做 可以做 那个地方其实是不差 可是他的人 不会是有钱人在那边住的 也不会是家庭是在那边住的 肯定是工厂人住的 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所以如果来讲工厂人住 你没有可能买一个八百千的工作 给他们住吗 你不可能拿一个八百千 九百千的屋子 然后隔五个房 然后六个房 然后出租啊 如果来讲要这么勉强的话 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房地产 做什么一定要在那边 这个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在心里想要还是不要 是很便宜 坦白说 你这样 因为做什么这个人要放 因为他给五十八千的deposit 外国 不是外国 外国的人 他买这个房地产 是跟他的小孩子买的 他给了五十八千的定金 他没有借九十八千 他借五十八千 所以他借五十八千的时候 今天他卖掉 他只是要toss over 他不想工 他只是因为这样子 我买到便宜 所以我在心里想要不要 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是在讲任何的 那个东西不好啊 等等 不可以 因为坦白说 发展在卖住物质 我这样子讲不对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来讲啊 你今天看了那个地方 你就明白 原来 在那个地方 完全就是 员工的人住的 你讲家庭是会在那边住吗 你会在那边住吗 你是一个美女的话 你敢在那边住吗 敢往上回来吗 你自己想一想 如果来讲你不敢的话 这样什么人会在那边住 你自己想一想咯 这样你不可能哪一个八九百千的人 给这些人住吗 如果来讲你这样子的话 倒不如我去找其他的地方 那其他的地方 还有更好的选择啊 所以你不是讲一个地方 一定实时是一个地方吗 这个是我要讲的东西 从在这边 如果来讲你讲 我把它变成生意 这样就不一样 生意就不一样 可是这个生意也不划算啊 你拿到租金 可是房地产的价钱 要怎么样表 表不上啊 可是你讲 我拿那个生意来去走转 Cashout 可以啊 一间你可以Cashout 百多两百间 Hello I'm Singaporean but my wife is a Malaysian holding Singapore PR should invest in Malaysia as market affordable compact to Singapore for example Hundred Candall Bits 对啊 我们有很多新加坡学生 然后我们的负债为王 也会在新加坡做 我们也是很期待去新加坡 因为我可以跟你们讲 新加坡朋友们 你们要来马来西亚 你们 不要去买condo 因为如果来讲 你们去买condo 在KLCC等等这些东西 不划算 我教大家怎么样买什么 买店铺跟买厂 这个东西很好 我的公司也是在新加坡成立了 然后我们在新加坡 会在那边注册几个板块 产品在新加坡 因为我从新加坡会出发 东南亚 我会去泰国 越南 印尼 从新加坡出发 所以我们会在那边 有自己的公司 等等会在新加坡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Residency Bukit Bintang Bukit Bintang OK Residency Bintang 是LBS的 它是在Bukit Bintang的对面 All right 我觉得 那个地方 以后是肯定会好 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这样 像刚才我跟你讲的 那个车 有一些车 它是可以跑到很快到终点 有一些车 它跑到比较慢到终点 有一些车 跑到一半坏路 坏在半路 要等Mekanix来修 有一些车 这件创 脑够了 不会跑 有一些车 Accident total loss So 你要讲房地产 最后 只要你不要Accident 它一定到终点 就是房地产 是几九七价钱 这样如果来讲 你讲到 快 那个就很难了 因为说什么 在那个区一定要一段时间 So How about YOLO 你那三位 也不会差 Greenfield我有买 这什么Greenfield 因为Greenfield 你一下来就是店铺了 很方便 Greenfield我也有买 我希望这个礼拜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 我装修的 因为这个礼拜 我也要下新山 做一点事情 我希望 因为现在在装修住 我很想要带你们去看 可能 这个礼拜可以 我就带你们去 不可以的话 下个礼拜 还是这个礼拜五 我带你们去看 好不好 Greenfield我在装修住 因为我要把它变成一个 model的方式 很新的concept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看 这样东西 我是拿来做来 experiment的 因为 instead of 给我们这些朋友 一个million 因为我是billionaire 我拿来 放在我的不动产 拿来玩玩一下 玩一下 看到不敢拆掉 无所谓 Andy NCH 整条Oklang Road 它是一个很好的区 整条Oklang Road 那个是不否认的 问题 在Oklang Road 就是很多unit 从中在这一边的话 你要怎么样 找到对的 你要懂得怎么样 看四三法则 然后你要看 那个里面 Apple跟Apple 你要买些什么unit 你一定要懂 它的supply 跟它的demand 这个东西很重要 这样你讲 老师有讲 等于没有讲 这样就是 等于说什么东西 Oversupply 你要时间 这样我就跟你讲 那个车 不是跑到很快 它不会跑很快 把之前的人 他就赚到钱了 对吧 所以如果来讲 你要买Oklang Road 现在你去看 一大吨unit 打不如你用这种想法 有什么地方 很像Oklang Road 你应该要这样问 将会很旺 然后一下子 起很多condo 打不如你问这个问题 因为Oklang Road 很多supply了 你问我会不会 起价钱 我怎么样打你 你应该 我们应该问什么 Oklang Road 哪里有一些地方 很像Oklang Road的 这样才对 对Andy 很好 问到很好 但我来 你不要以为 我酸小任何人 我不是 我只是要刺激我们的脑 来去想东西 好吧 Kerbong Kerbong很好 Kerbong我觉得到 未来 我觉得到 Kerbong是时候了 我觉得到Kerbong是时候了 我觉得到你们 如果来讲要注意的话 你们可以看Kerbong的地方 我觉得到Kerbong 你买来 等 OK的 Kerbong 肯定可以 Kerbong 靠近新加坡 肯定可以 如果来讲可以 我也是很希望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 之后 下个星期 如果这个星期 我也下去 我希望我有时间 给你去看 我把一个双层排屋 各六个房 每一个房 都有自己的厕所 怪难 怪难 我是专注给 人 可以去新加坡 做工的 每一个房 有厕所 六个房 我做 一二三 四五 五个房 有厕所 一二 三 上面四间 下面两间 六间 sorry 六间房 我总共有六间房 在Johana一项 每一个房 五间房 有五间厕所 一个房 有common厕所用 行吗 不是不是 sorry 对不起 六个房 有六个厕所 没有记错 sorry 我太多钱了 sorry but 这个是直接去woodland的 我知道这个是去woodland的 它不是twist 它是woodland的 first link TeacherAW Can you explain potential earning opportunity compare between investing factory shoplot and ok 你讲到 讲到shoplot跟物质 它的分别 它是最大的分别 我讲透给你们听 物质跟店铺 还是厂 最大的分别 是 你如果来讲 买好的店铺 跟物质的店铺 好的店铺 跟好的厂 每两年 你可以取租金 这个是最好最好的 第一 第二 你不用装修 因为没有人喜欢你装修 你给他一个四方 赫子 只要他喜欢那个地点 他就会装修 第三 租金很容易收 因为如果来讲 他在那边长期的话 他不可能拖你租金 他如果要拖你租金 他自己乖乖走 因为这什么 他是在一个店铺商区 不像一个屋子 他可以关住门 不给你租金 因为这什么 赚钱的永远都是会给你租金的 所以讲也是因为了 这样子我就要跟大家讲 如果来讲你们是新加坡人 你们应该往这一个地方去 你知道吗 东西是这样 我东西是这样 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就好像穷爸爸父爸爸讲的一样东西 都是一样的 如果来讲 你们听不明白 我也要感恩上帝 你们听不明白 因为当你们听不明白的时候 你永远都是租在我的屋子 还是租在我的店铺 还是租跟我租屋子 跟我租店铺 跟我租厂 可是可能你知道你不喜欢我 所以你不想要跟我租屋子 我坦白给你们讲 在这一边的Live的人 感恩上帝 因为我有学生 分分钟你是跟住我的学生租屋子 分分钟你是跟住我的学生租店铺 还有分分钟你是跟我的学生租茶 我希望你最好不要买 永远都租 因为没有你 没有人帮我租 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买 因为做什么 你永远跑去做牛做马 帮我 供我银行的利息 如果来讲 给你学会 Robert Kiyosaki讲的不是我讲的 这个我是听他 我学他的 所以你不要讲我怪懒 因为你要讲怪懒 Robert Kiyosaki讲的我就跟他学的 你最好永远跟我租屋子 sorry 你没有跟我租屋子 分分钟你是跟我学生租屋子 我做了八年的课程 我做了八年做教育 做教育做八年 我总共给钱的学生 给钱的学生 我也可以跟你讲 四千多块 给钱的学生 我最少有三万个学生以上 三万个 给钱的学生 学生一个课程 我们最少是四千块 我是从两千多块变到四千多块 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对一天讲 我们总共在马来西亚八年 我有超过三万个学生给钱的 你觉得到你不爽 我可以跟你讲 你分分钟是跟我的学生租屋屋子的 租屋店铺的 我跟你讲 分分钟你在租屋我的屋子 你都不知道 sorry啊 讲话一点点怪懒 but我有资格怪懒吗 我跟你讲 以我的能力 分分钟我做不到 以我的学生跟我的群屋 我们整个团体有三万多个学生 我做了八年有三万多个学生 越南 越南本身我都靠近一万个学生了 三年 四年多了 五年了 五年了 因为两年都没有去的 五年了 越南我有一万个 你知道吗 越南啊 sorry啊 让我耗练一点点啊 让我耗练一点点可以吗 我越南啊 我去讲 我讲英文 他们翻译 他们要听耳机啊 听耳机啊 有一万个人听耳机啊 我讲英文话 他们听耳机啊 如果来讲是越南泰国 还有日本 还有很多个国家啦 韩国 日本 越南 南非 菲律宾 Australia 很多 Jagarta Indonesia 更多 来上我的课啊 最少都有两三万个 这样 我想问下大家 如果来讲啊 你们不要学 我想问下大家 可不可惜 如果来讲 有这么多人去学的话 不要招数咯 对吗 Eden Wee 都跟你讲咯 三个小时免费的 你可以学 你不是去学咯 我不是 我不是没有名的人吗 我也有一点点料 我才有今天 可以教人 我们有整个团 圈子 买房地产的圈子吗 所以讲 你今天你要讲 你要动 要怎么样动我 没有动我啊 你要拗 你就来学 不拗 你不要学 因为说什么 我是唯一一课 我所懂的啦 我不知道啦 我是唯一一个 我所懂的 我可以去越南 交越南房地产 我交越南人房地产 我可以去泰国 交泰国人房地产 我可以去 印尼交印尼房地产 我好连一点点 我只是这样讲 因为是什么 我用科学 这个讲来讲去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房地产只有五个板块 你抓到摩哈的话 你的根变成很稳 其实房地产 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包括我 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判断力 如果来讲房地产 你把它变成一个科学 五个板块罢了 地产本身的价值 价值这种东西 你要知道 Valcove 你要知道人群 这些东西 价值很重要的 你要知道 Apple跟Apple 怎么样比 你不可以Apple拿 Origes比 它的价值是怎么样 古迹回来的 你一定要懂的 这个是我从古迹师的身上 学回来的 这个东西你出去外面你是学不到的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是我自己研究研发 跟我的师傅学回来的 因为古迹师嘛 接下来过后我们讲市场 市场哦 为什么 你的房地产有价值 可是呢 市场不会冲上去啊 你的那个房地产的价值也不会推高 所以市场它是一个风 你一定要推跟着风 因为一个船啊 如果来讲你在海上面啊 风吹你 你也不会走了 可是如果来讲你有一个 我们叫做Sale 一个一块步上来 风一吹 你的船就快的走 所以这块步就是那个市场 所以讲我老师叫这个五星圈 五星圈 Live, Work, Play, Health 跟Study 这五星圈 在五星圈里面有十三个法则 一层一层的剥皮 我剥给大家听 这个是在课程里面用五个小时教的 所以这一个我们讲说 当你一明白了这个东西 不管你是在越南也好 在泰国也好 在印尼也好 它实际上反正是一样的 因为是人学 人学来的 It's a human psychology Now it's a development的那些 stories 我会把你们把它带 因为我有很多经验 我的房地产的师傅 我的发展商的师傅 有很多经验 我看过很多 我听过很多 所以这一个的板块 我们讲房地产本身的价值 然后市场推动的那个力量 你买来等它推 不是在推做的时候买 你在推做的时候买就贵了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买来等它推 然后第三 当你明白了价值 当你明白了那个潜能 你目到一个房地产 你就要拿贷款了 贷款也要学的 谁人有学了我的这个贷款的formula SCICD 做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个学生 是因为我教这三个板块 我教到很细 我教你们怎么样用数学来去算 越南有越南的算法 泰国有泰国的算法 印尼有印尼的算法 新加坡有新加坡的算法 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的算法 这三个东西你用一两年你学得到 这个是我多年几十年的精华 从在这一边你看我们这边 若你拿到了过后你要懂 你要用企业的板块了 企业的板块有两个柱子 就是利息跟回酬 这个是企业的板块 所以就好像刚才我跟你们讲 那个企业的板块就是这两个板块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利息 利息当什么 当生意的本钱 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利息当生意的本钱 它就变成什么 它就变成生意了 然后回酬三种 一我们讲liquidity 就是我们的租金 第二我们的capital gain 就是我们的差价 第三我们要懂得怎么样 用生意来去杠杆更多 就是借机生蛋 就叫refinancing 这个五样东西 这个五个板块 我可以跟你讲 是我的多年的精华 明年是inicalila 所以讲当一开的时候 我也是很期待 我们一场我们做不完 最少都要用两到三个厂 才可以装满 所以我会做两三厂 不是做一厂 所以讲当你明白 intrinsic value 你知道那个物质的价值 几时几时进场都ok的 有时很随的 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 你看没有货 当你还没有准备的时候 货就一大吨 是这样的 所以讲你不要等 不要等 你看到对了 你就ok了 我应该会去 kepung那边看 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 叫我们去 kepung那边看 所以我也是 今天我们在 Kotanamassara 我看我几十特空 我再去kepung那边看 所以你们很多人问kepung 可是我也是觉得 kepung是一个好的区域 因为做什么我讲好 是因为很多 我们叫做 地方好像 那个我们叫做 Desa Park City 那价钱很标很高了 然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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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边 也是价钱表到很高了 在那个 表到高 是在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Jalan Welfare 那个MRT 就是在 Kampung Baru Sunghaburo 那个不动产 现在好像有一个鬼城 那样 完全是Bangala Pakistani 在那边住 屋子也是上过百万的 那一个也是给它炒高了 所以我觉得到 接下来的 我觉得到 很Logic的 Sunghaburo 是在 Kampung那一项 Kampung的 那个 他的那个 MRT Line 2 在 Kampung Kampung那一项 我觉得到 那一区 我去看 你们想不想看 所以我去研究一下 坦白说 讲到这样的东西 虽然那些地方 有些地方你们住的比较区域 比较 比较远一点 不要了时间 来 KC 如果是新的朋友 OK 非常好 来 吉隆坡买 在吉隆坡买 然后我去做research 然后research 其实不会难做的 你看Google Google map 如果来讲有一些project 我不去看 我不去提 就等于我不方便讲 这样你就明白什么意思 因为有时候太敏感了 有些人我讲 人家用几百万几千万 来去做一个project 我只讲一句不好 这样每个人就开始穿了 我觉得到 我把正能量带出来 会比较好一点 对大家都公平一点 如果来讲 有一些project我不提 所以你们就不要逼我 我就大多没有看到 如果来讲 我给我的太多的意见 这样就不好 因为很多人也会讨厌我 因为你买房地产 你要开开心心 买到那种烂房地产 然后过后你又不敢拿出来讲的 有什么意思 对吧 所以讲我就实际上讲 买贵无所谓 最怕买错 买贵无所谓 最怕什么 买错 房地产怎么样都好 十根枣都会起的 十根枣都会起 怎么样错的好 不要错到整辆忘车可以了 我买两间物质 一间是在服用 一间在不给不轮动 真的两个都忘车 那个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二十三岁二十四岁的时候 买过两间物质 一个在服用 如果要讲服用的人 你们知道 他的名字还很为谁 叫 它叫La Renaissance 你明白是吧 Ngiu做的 Ngiu La Renaissance 你看 几美 哦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买 两百多钱不忘车 La Renaissance 你看几美 然后不给不轮动 不给不轮动 温动 温动 温动也是不忘车 因为这什么 当时买的时候 以为有 Proton City 还有讲什么 飞机厂在那边 我自己脑子想想想 也是很笨 那个地方完全都是山 飞机怎么样下来勒 记忆蛋糕也是给它放车 有没有 不给不轮动 那边完全都是山 你要去新山 你要去医保的时候 不是完全山啊 啊嘛 我天真到 那时以前 原本讲KR 会在不给不轮动的嘛 Proton City 也会在那边的嘛 这样每个人 不是吵不给不轮动咯 那名字都好听过 人家叫 不 不轮动 我那时那个condo 也是叫 不给 开呀 妈我买不给开呀 忘车 不给不轮动也忘车 他妈的 我也有 没有说过啊 可是我没有放弃 如果那时我放弃的话 今天我没有Adenwee了 你今天你看不到Adenwee这个人了 你也是写不到 Dj.Binden got what area worthy to invest 槟城我不是很熟 可是我有槟城的学生 我们有一个group的 所以如果来讲 在 你在 如果来讲 你在我们的学生圈里面 你就会认识到他们 但我们今天会active回去 所以 你要问 你要问我的团队 槟城我不是很熟 我不敢乱乱讲话 我槟城我很多黑社会 我不敢乱乱来 槟城我不是很熟 我就不敢乱乱来讲话 所以讲 我可以跟你讲 如果来讲 你懂Adenwee啊 三五年前啊 我是很怪懒的人 今天呢 我坦白跟你讲啦 可能 可能是因为我 我坦白跟你讲 我很想放弃教育 我真的很想放弃教育 我是用心来教人 可是人呢 然后当我狗肺 然后乱乱讲我的坏话 我都已经赚到钱了 我其实很想放弃了 把我自己跟我自己讲哦 其实 我做的东西很有意义 你知道吗 我这些生有 大很多啊 买礼物上来我的公司 然后过后呢 就来找我 甚至啊 来到 在我教课的时候 拿礼物 去我的课程 送给我 等等这些东西 我很感动 你知道吗 我的动力是从这边来的 没有的话 我早都放弃了 我不想再教了的 我自己本身啊 都已经 已经 没有烦 没有油 没有力了的 然后啊 你知道吗 以我这样包抄的 那个 那个 格性啊 我可以跟你讲啊 你要 天天给人家讲坏话 不是也是 不是你做也是管到你的事 你做好的 他也不谢谢你 有时你很 领察高赌篮的 你知道吗 我可以跟你讲 我达到这个境界 我是真的 我不想做 我也不用做了的 真的不用做了的 你去问我的团队 你我的电话呢 你去问我的团队 我是真的不用做了的 你刚才算了 你也是知道的嘛 我是真的不用做了的 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哦 你知道我的快乐在哪里吗 没有的话 我找不到快乐了 你知道吗 没有的话 我找不到快乐了的 你讲我要很超级有钱 我又没有想要 因为机会一来 我不怕没有 只是说你讲我贪嘛 我不用贪了 因为我根本都没有那个需要 我要讲的东西 我没有那个需要 所以 如果我来讲 你讲世界啊 再这样子 跟你讲啊 我已经要放弃了 我不想再教了 我没有骗你的 我做什么要弄到我的名字哦 给人家要是不讲 不是不讲 你知道吗 天天人家讲你啊 你那个 那个vibration啊 好的也好 不好的也好哦 可是因为好的比不好的还要多 那个感恩 人家买酒啦 吃啦 甚至老婆煮的东西啦 都拿到来场所给我啊 讲谢谢老师 那一种的那种快乐啊 你们把身为一个老师快乐啊 然后看到他们换大车啦 从一个bankrupt的人来跟我讲老师 我已经请掉我的bankrupt了啦 你知道吗 我还记得有一个女生啊 是从特地啊 讲到古静 我想到从古静特地搭飞机来基隆坡 我还记得那个酒店在Mid Valley 在那一边听了 我三个小时在那边等 等我了跟我讲啊 她叫我老师 我听到你那个bankrupt的故事 听到你欠阿龙的故事 我是从古静飞到来这一边 你怎么样可以给我一些鼓励嘛 我可以怎么样嘛 流出眼泪跟我讲话 那你直到今天 好了 我们讲email给我们的团队 讲谢谢 记得帮我跟老师讲谢谢 基多这种见证啊 弄到我自己本身觉得到 我很想打人 可是我还记得到哦 帮人的那个 帮人家站起来 那一个开心ness 我跟你讲哦 我们的团队看到都开心啊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因为我们做了哦 其实很累的 外面的人又讲我们不三不四的 然后过往我们自己本身啊 又坚持我们要坚持的东西 其实是很累的 所以如果来讲你们有一些好的消息 也是当中是鼓励我们 所以从中在这边 我也是在 I mean 做人 你还要怎么样哦 这个四五八 我到到这个境界四五八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没有感觉了 因为就是什么 坦白说 当人跟你讲谢谢的时候 那个是最开心的 以这一刻的那个 那个骨气啊 我还抬出来 还是继续教 今天呢 很开心 今天 最后的时候是最开心的 你们讲你爱我 At least 我知道啊 我做的东西 是有价值的 At least我知道啊 是可以改造人的命的 Instead of我给人家鱼 现在我教人家钓鱼 Instead of我自己 一个人光 我这个蜡烛 我会点给人家 So that 那个人的蜡烛 也可以点给人家 因为我这个蜡烛 迟早也会灭掉的 只是几十罢了 对啊 是不是对 我们人嘛 一定有一个 一个到一个点位 点不到下去了的 So我也是一样 我点到给你们 你们也可以点给别人 对啊 是不是对 So我也希望我这个蜡烛 还可以一句这样子做 因为这什么 因为啊 你们的光弄到我很开心 谢谢大家 爱你们哦 可以的话 明天我们再见 再聊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